为了确保学生的健康 教育部新规定 空气当中的悬浮为例 和细悬浮为例 浓度如果超标 就可以停课 另外针对有呼吸道等疾病的学生 停课标准就定得更宽松 云林二轮的旭光国小 就位在着水溪南岸 每到冬天受到河川阳城影响 空气品质特别糟 根据教育部99年公布的标准 只要空气污染指标 PSI超过400就可以停课 今年更增列 如果学生是有呼吸道心血管 等疾病的高风险族群 PSI到300就可以停课 你不需要到400 你在PSI300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家停课 而且对你的各方面的成绩 超性什么全部都不影响 空污停课除了看PSI指标 教育部也在立法院要求下 增列悬浮为例的污染指标数值 如果PM10超过每立方公尺500维克 或细悬浮为例PM2.5 超过350.4维克 就达到停课标准 整个大陆沙尘暴跟买害非常的严重 那我觉得第一阶段定这个标准是还可以 我觉得说先执行看看 环保书表示 空气品质要差到PSI超过400 并不常见 而教育部强调 如果达到停课标准 则由地方政府决定是否停课 而如果是上课期间出现埋害 严重时则停止户外课程 记者李美琳之间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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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